Hello 大家好 我是魔人Savie 今天回來繼續說一說 這個石器時代起源啦 今天更新了啦 大家都知道 寵物獲得活動 卡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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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非常有趣 其實是一隻雙頭龍啦 這隻非常之... 這隻寵物我覺得是非常適合打PVP的 當然啦 傳說你不升爆一樣 沒什麼發揮的機會 其實是對的 但是呢... 如果得到它 要來玩一玩 也是非常不錯啦 當然它的反射精靈... 即是...鏡子精靈 是有反射傷害的效果 其實...就算... 無論是PVP 或者是打... 打這個圖...推圖 都是有些作用的 對我來說... 好啦 那它究竟的玩法是怎樣呢 大家看到 獲得3000的紀念證 就可以有50粒的靈魂石 而卡米... 而它的靈... 這個卡米...卡米...卡米... 卡米...卡米... 哇 好巧合 卡米老的靈魂石呢 它是...呃... 如果夠3000就可以換50 那如果50呢 你是可以選擇屬性的 對啦 那就寫著它啦 選擇卷 OK 那我先按一按下去 好啦 那它就會說... 呃...獎勵派送就需要... 調證 對啦 那就... 33150 那大家注意一下 不是每次都要3000的 那它會累積上去的 對啦 那它每天就會送一些給你... 呃...送一小部分的... 額外的... 調證給你啦 對啦 這裡看到的啦 第二天就400 第三天就800 第四天就1600 對啦 那第五天就3200 好啦 那按道理來看呢 其實它已經送了100粒左右給你啦 那如果你是努力做的話呢 即是...這5天內其實... 慢慢玩 對啦 又或者是用一點點心機 那怎樣也有150 而且是自選屬性的 那其實非常之好啦 那當然如果你是... 小貨又或者中貨的玩家 如無意外 應該是可以做到第二隻出來的 那如果大家真的說 噢...我沒有貨的啊 但是我儲了一些石子啊 那其實我就建議大家就做一隻 自己要來玩一下 都不錯的 因為...說真的... 你做那些冒險的任務啦 又或者是競技場啦 又或者是討伐隊啦 這些全部都是有利幫你升寵的一些... 呃... 活動來的 對啦 即是你做了這些任務的時候 基本上你自己都是得到那些材料啦 好啦 那...說了大概怎樣玩啦 其實你只需要打3000多 那你就可以得到一隻啦 實質需要 因為它每天都送給你啦 那麼...任務進行一次 那麼...成12 即是有12個徽章啦 對啦 票證啦 那麼...競技場20 其實競技場一定要喪打的啦 對啦 當然不是叫你課金打 你又就立即打了它啦 因為又有肉拿 又可以做第一個 那麼...討伐隊12 對啦 討伐隊其實看你自己需要啦 好啦 那...抽取這個高級寵 其實這個我自己不會做的 其實都是叫你抽蛋 你抽蛋我就送給你啦 那麼...抽10次就送900 對啦 那...都是那句啦 那麼抽寵這些 自己衡量究竟是否值得啦 對啦 到最後可能你真的欠900又或者1000就抽了它啦 那麼...沒所謂的 這些全部都不會說虧給她的 沒錯 因為你自己是做一件事 而送給...送點票證給你媽媽 對嗎? OK 那麼我自己就...呃...由這個... 冒險...冒險那裡說起先 冒險其實你可以選擇討伐 亦都是跟這個... 呃...萬聖節活動一樣的 那麼你討伐... 那些比較低的關卡呢 那麼用的肉就越少 那麼你的次數就越多 那麼你這些票證就越多 沒錯啦 經濟場來說 每天應該打到二、三十場的 那麼你...計30x20 那都已經是... 600啦 是不是600分啦 應該不止了 沒錯啦 那麼土伐隊來說呢 那麼...如果沒有時間的朋友呢 那麼回到家又可以做一下啦 因為土伐隊其實對你聲寵 都非常之重要的嘛 對不對 OK 那這裡說完了 那我們就... 看一看... 這個...卡米露 對了 有多棒啦 那麼我就隨便選一隻啦 大家普遍...其實現在正在玩水隊的嘛 或者是水飛的嘛 看看水那隻啦 那麼非常呆鈍的 那個外貌 那麼艾頓就不介紹他啦 對啦 那麼大概說一說 究竟你得到這一隻的... 呃...卡米露 對啦 這隻叫烏米露的 對啦 那麼你得到一隻... 這隻雙頭龍啦 對啦 雙頭飛龍啊 很有趣啊 那麼他究竟有什麼最主要的作用呢 看看他的主技啦 對啦 給我...給自己的... 對啦 還有我方選定的一員 那麼一次性的防衛罩 傷害最大值就... 傷害值是等於這個... 呃... 烏米露的體力 對啦 那麼就解除目標所有的... 這個... 你被人按了技啦 而你用這個... 卡米露... 不是...卡米露 對啦 卡米露用... 這個... 鏡子精靈 放下去那隻... 本身已經是中了一些禁技的 又或者是混亂的異常狀態 他會解除了 然後再加一個反射痕給他的 對啦 那麼注意一下 其實你說反得... 很高傷 其實就要看回啦 因為他說反射的傷害最大值 只不過是傷害值等於這個... 跟這個... 烏米露的體力一樣 那就是... 例如他是... 呃... 有5千的 就是如果... 你的烏米露... 那現在看起來是6千95的嘛 那反回去其實也是6千餘的 那按道理來說 我自己就沒見過 又或者現在都沒... 還早... 試到出來給我看啦 那但是... 按道理啦 他這樣寫就是這樣的結果了 對不對 OK 那... 這個技能我覺得相當有效啦 可以解除啦 最主要是可以解除完 還要保護你的寵物啦 那麼對於一些薄血的輸出角色 非常之有意思啦 這招技能啦 好 那就看第二招技能啦 誰都沒關係啦 那誰都沒關係 我覺得是很有趣的一個技能來的 其實他是間接使得... 這隻寵物是多一個技能的 但是... 不要理著啦 先說一說 那一般攻擊有45% 會發動其中一個頭的特別能力 那其實他有兩個特別能力的 那左頭的能力呢 就是會對對方... 一圓造成... 90... 192.2% 對了 那一回合內... 那會令到... 那個技能... 加攻擊40%鬆一點 24%的敏捷 對了 那麼... 發揮效果的寵物會立刻攻擊 那即是如果他的右頭發揮了能力 那你的寵物就會立刻衝出去攻擊啦 對了 那還有兩個回合的增益哦 注意哦 是非常之好用 那無論是禁技又或者是加攻 立刻衝出去都是好用 那當然禁技是會好一點啦 我自己覺得 那但是... 這個是很有趣的技能 而且我是覺得非常有用啦 OK 那第三招啦 必犯老鳥 對了 這招我覺得是非常之正的 一般攻擊的時候啊 有45%令到... 對方全員承受... 這個160%鬆一點的傷害 那還有額外效果兩個回合內有冰凍的傷害啦 100%的冰凍傷害啦 那對火更加強大啊 對火的時候是會有190%鬆一點的傷害啦 那額外還有兩個回合內有150%的動傷 對了 那這個是如果你... 你選擇所有的屬性啦 就是說如果你說... 我針對打風的啊 那你選擇火吧 因為它每個屬性就有不同... 針對那個屬性的效果的 對啦 都是看回這招的屬性針對而已 這招的技能 那但是... 按道理啊 我現在這樣看 它這個技能已經是... 拍得住飛龍啦 那當然飛龍是有... 這個無視防禦這隻無啦 但是這個副技能已經是... 可以拍得住這個... 飛龍的主技能效果 你想想多爽啊 對了 那我覺得是非常爽啦 那當然它的攻擊就真的沒什麼啦 但是呢... 它的技能相當之威風啦 那第四技呢 也是一個非常... 呃... 用得多材料才能做到的一個技能啦 那真的要用... 大概... 如果你是水的要用兩顆的大元素石啦 大角聖石啦 好 再來一個 呵呵 再來一個啊 這個回合結束的時候呢 就有70%鬆一點啦 那它的機率呢 賦予我方最低的成員 一個鏡... 一個鏡之精靈的效果啊 其實... 鏡之精靈... 即是它之前已經說了啦 鏡之精靈是會反射攻擊啦 而這個是好似雷龍的作用啦 雷龍就是... 技能就是攻擊的時候 你有機會給自己一個罩 而這個呢 雙頭龍烏米露呢 就是你... 回合結束的時候有70% 比我方最低的成員一個鏡之精靈 其實你防又可以 攻又可以 對了 總之你回合結束它就會自動放給一隻 比較低血的一隻精靈 來做一個保護它的動作 而且是可以... 別人打那隻的時候就會反傷 對了 非常之正 那就可以... 是一隻非常之... 我覺得是... 非常之干擾對方 還有... 是有... 干擾能力是非常之強的一隻 控制寵來的 這隻 所以我覺得... 我自己一定會做出來的啦 對了 因為... 不是很難的嘛 做一隻怎麼都有的啦 而第二隻真的要看你... 究竟用多少心機 因為這個活動是... 是去到1號的而已 即11月1號 大家要注意日期啦 時間不多 對了 要做就趁手啦 對了 那基本上... 就說到這裡啦 那... 希望大家對這隻新的傳說寵有一點點了解 而且要做出來不是說真的很難 對了 如果你手拿著4000隻或者3000隻鬆一點 我想大概都夠做到一隻的 對了 希望大家努力啦 做到一隻就一隻啦 如果你覺得對你的隊伍有用啦 又或者對你推圖PVP有用啦 記得做啦 對了 那... 今天呢 就來到這裡啦 那就是那句啦 希望幫到大家啦 那如果喜歡這條短片的 記得按個讚 如果想得到射器時代最新的資訊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最後就是多謝大家收看啦 拜拜 拜拜